representative from TCP Hailey geek impress está� アレン 運 соз 80 你好好朋友 你是这么说的 一位朋友都能比较好 美女爹又能比较好 你叫miill syn Applause 伊勒 我是Kent 你今晚可以做個朋友 好 可不可以給我這個電話嗎 沒所謂 怎樣 甚麼事 你看中我的朋友嗎 看中也有些 不過我對他的相片有興趣多些 即是甚麼 遲些告訴你 我有事要做 不妨礙你去街 我遲些找你 好嗎 好 拜拜 怎樣 我再加你了 好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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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朋友說甚麼 沒有…她說你很美女 古古怪怪的 這麼晚還未離開 對呀 做完小書就離開 你先走吧 做事?又上網追女生? 對呀 你別妨礙我上網看女生 你走吧… 對呀 行了 真是煩 這個女女… 好棒呀 不知道她喜歡錢 還是名牌手袋呢 黎子呀 是不是想跟我去街 去街的就1000元 如果想跟我有下門的 就2000吧 是不是見面交收 不是 你去哪裡店 買遊戲的點數卡 那你給我驗證買我就行了 可以 我立即去買 麻煩你 我要3000元遊戲點數卡 喂… 喂… 麗芝呀 我是Eling的朋友 你不是想約Eling去街嗎 沒問題 不過呢就 不過什麼 我都要保障Eling的安全 我要收回你二萬元的保證金 二萬元的保證金這麼多 二萬元不多 Eling一回來的話 我們就會給你 好啦好啦 我立刻去買 那照舊啦 你去買遊戲卡 所以我的號碼和密碼 送給Eling就可以了 YES! Eling! 這次我要二萬元遊戲點數卡 沒有那麼多 那你有多少就給我多少 原來你的照片是這樣用的 難怪你說對照片有興趣 是呀 那就騙了二萬多 這麼容易? 連真人都沒見就騙了兩萬多元 我這個Eling可以 這個世界很多傻子 那之後怎樣 既然它這麼順滕的話 再騙一次好嗎 在剛才的個案裡面 我收害人給了幾萬元 但是什麼都得不到 我甚至連編徒的一面都見不到 好吧 Madam Sock 類似剛才的手法 是由什麼時候開始發現的呢 是的 Samuel 這個手法其實是最近發現的 在最近有幾宗案件裡面 我們發覺受害人在網上平台 認識了騙徒 並且和他進行交易 在交易期間 騙徒要求受害人 用網上的遊戲點數卡 去完成付款 其中一個個案裡面 受害人損失了 價值超過三萬多元現金的 遊戲點數卡 但是為什麼騙徒會要求 以遊戲點數卡來做交易呢 這些點數卡 只要用一個密碼 就已經可以開啟了 當開啟了之後 就可以隨時在網絡上使用 而在網絡的世界 這種點數卡 可以視為是另一個形式的貨幣 騙徒可以將它轉售 而去套取現金 而對於我們的追查 是比較困難的 Madam 我們有什麼章谷 會給大家呢 我希望在這裡提醒大家 在網絡的世界 無論是交友或者交易 都要特別小心 好好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 包括密碼 任何的交易都應該提高警覺 以免拆人有機可乘